这种开灯流水长亮 关灯回流灭灯的线形灯 是不是很多人都想装 今天给大家介绍三种安装方法 记得点赞收藏给你家师傅看 一有线安装 这种是最常用用的最多的方法 需要备好变压器 流水灯带 还有流水灯带控制器 变压器这一端 连接家里零线 连接家里火线 然后灯带上的正极接V加负极接V减 接完之后再接上控制器 然后打开电源 一定要让变压器保持通电状态 不然实现不了 开灯流水关灯回流 它是靠这个控制器控制开灯流水 关灯回流的 这个按钮就类似家里的开关 需要把它剪掉 用延长线把它接到独立开关上 如果没有把它延长到开关上 每次开关灯都特别麻烦 记住这个按钮是可以调节它的模式的哦 第二种无线安装 跟第一种不同的是 它用的是无线接收器 在搭配无线面板安装时 灯带接线方法跟第一种一样 这里接上一个控制器接收端 就可以用无线面板控制了 无需偶外不限 就能控制开关灯流水 相对于第一种这种调节模式 开关灯 调速度亮度会更方便 第三种 智能安装 这种安装方式 在第一种基础下 增加一个米家通断器 以及需要搭配小爱音箱等网关使用 安装时 需要把控制器按钮剪掉 然后接入通断器的这一端 然后变压器上 接两根线 与灯带上的正负极限定联 共同接到通断器这一端 打开音箱 再用米家按别人接 就能控制开灯流水 关灯毁流了 不仅可以手机控制 语音也没有问题 你们学会了吗